京都三重等地32度 东京都新今天午后也突破30度 创下138年来夏天最迟的记录 这时候便利商店出现不少买冰咖啡的上班族 天气又突然热起来 让便利商店的冰咖啡销量暴增 买咖啡的客人65%都选冰的 就连冰淇淋的销量也比去年同期成长20% 天气热就想吃得清爽一点 热腾腾的荞麦汤面就不如凉面来得讨喜 吃日式凉面不可或缺的柴鱼汤汁 店家会提到两天煮好 兴致一晚之后让味道更加圆润 但看到天气预报说今天依然会超过30度 店家立刻多备了100份汤汁 就怕不够卖 有店家靠天热发财 有的生意却大受影响 这里是蛋液工厂 业者通常会趁夏天 蛋价便宜的时候大量进货 制作蛋液冷冻起来 等冬天蛋价贵时再出货 但今年夏天因为太热 母鸡产卵数量大减 使得蛋价飙升 9月份就比去年贵了两成 工厂根本没有办法趁便宜时进货 蛋变贵也开始冲击日本年末商战 日本人过年 鱼板是不可或缺的年菜 这间鱼板老铺就靠12月半年 获这一波冲刺全年度半数以上的业绩 而制作鱼板鸡蛋是主要原料 老铺工厂一天就要用掉600公斤的鸡蛋 可是现在蛋价居高不下 逼得他们不得不把招牌产品 一打卷的价格调涨6% 例如多少%也会强调 倒是有店家想涨价却没法涨 这间高饼连锁店为了让圣诞节蛋糕 在10月份就开放预购 价格早在半年前就决定了 现在碰上蛋价飙涨 业者只能苦撑 以东京地区来看 时候蛋价平均一公斤220日元 比去年同期贵了14% 可是气温不降 蛋价就很难压下来 尤其年节需求量大增 鸡蛋短期内恐怕只会越来越贵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有的东西 你可能花再多钱也抢不到 像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 6月12号到7月13号要举行 第一阶段的网络卖票到昨天截止 只有100万张票 但是有超过6万笔的申请 其中巴西球迷最为踊跃 再来就是美国跟阿根廷 接下来的时间是11月5号到28号 会再度开放抢购卖完为止 不过就当巴西正紧罗密鼓 准备迎接世界杯 他们的内部抗争却没有停过 这个礼拜国际足球总会 到巴西市场场馆去进去的时候呢 就遇到教师冲入场内去抗议 巴西政府如果栽不脱 删除了内政安抚人心的话 内部的动乱恐怕 就是明年世界杯最大的变数 2014巴西世界杯足球赛 第一阶段卖票正式结局 全部64场比赛 300万张票 8月开始开放100万张票网络申请 结果一共涌入来自全球203个国家 超过600万件订票 其中7成来自地主国巴西 最热门的赛事自然是7月13号 在里约热内陆的总决赛 国际足球总会将在11月4号前 通知申请人结果 国际足总九成经费 都靠世界杯来赚 2010年在南非的世界杯 吸引214国 250亿观众收看 带来36亿美元 相当于1000亿台币的收入 2014年巴西世界杯 更预估将吸金40亿美元 这次巴西赤子30亿美元 新盖会修建12个场馆 其中位于首都巴西利亚的国家体育场 最花钱也因此备受争议 现场7万1000个闪闪发亮的新座位 独特的清邪度 让你无论从哪一个座位看比赛 都很有隐藏感 但代价是7亿美金 重点是巴西利亚不止甲级 连乙级职业足球队都没有 足球迷不多 往后场馆恐怕成为文字馆 当地政府说 巴西利亚人均收入全国最高 但大型赛事却只能在停车场办 未来文化活动总算有场地 但目前为止 只有周末赛事才有满场的光景 未来恐怕只能期待 像毕阳斯或史密斯飞船的大型演唱会 带来更多首颖 不过现在巴西政府的头号课题 是永无止境的暴力冲突 今年6月因为抗议公车涨价 最后引爆全国反弹 不满政府弃市井小迷的教育和健保不顾 把白花花的银子拿去盖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场馆 这个礼拜礼月热内卢再度爆发严重冲突 2万人上街声援罢工教师 抗议政府修法善改薪资和工时 抗议群众不只丢纸手榴弹催泪瓦斯 还放烟火纵火烧车 街上爆炸声此起彼落 场面一片混乱 甚至有50名教师冲入世界杯场馆高举布条 向正在里面视察的国际组总成员呛瞎 高喊反世界杯口号 现场官员个个一脸尴尬 曾在1950年举办过世界杯的巴西 至今捧回过五次冠军杯史上最多 但身为东道主 巴西能否也打一场漂亮的胜仗 正考验着巴西政府的能耐 奇比别新闻综合报道 今年的iPad刚结束 到明年的iPad高峰会 就要轮到今年大放异彩的中国大陆当主人了 而地点就在北京近郊燕七湖举办 但是北京有个问题 就是长期笼罩在非常严重的雾霾当中 在全世界面前怎么能丢面子呢 所以北京当局要下重手治理雾霾 整治的对象不只是重污染企业而已 还包括民间 因为北京的官员说 随着城市变大 中国人的烹饪习惯 对这样的空气污染贡献也不少 这番话立刻引起了大陆网友的群起反弹 说以后做饭要不要干脆学限制车流 也采单双号轮流呢 再不然就得改变饮食习惯 天天吃凉拌黄瓜了 北京市郊燕七湖景色优美 强调绿色环保 要接棒举办2014年APEC高峰会 许多场馆已经接近完工 会议中心还有防弹剥离 但这层防护挡得了子弹 挡得了北京无所不在的雾霾吗 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这个这个烹饪 烹调啊 这个实际上现在城市大楼之后呢 它对这个PM2.5的贡献也还是不小的 所以这些呢也希望市民呢 能够更好的配合 北京官员这番话让大陆网友大为光火 PM2.5和烹饪很快成为造句题 挤进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 很简单的 比如说摇号做饭 或者分单双号做饭 或者吃两半黄瓜 网友讽刺官员写词作曲 灵感如雪片般飞来 为什么这个雾霾的板打到我们炒菜人 做饭女的身上了呢 我们都觉得很不可理解 蒲天盖地的批评逼得北京环保局赶紧亮出数据 造成北京雾霾三大罪魁祸首 车辆排放高居第一 接着是燃煤和工业扬城 这保住民众的煮饭权了吗 一片讥讽声中也有专家站出来 餐饮占了我们的整个的PM2.5的10%到15%之间 这个数据是肯定的 饭碗的油盐如果不做任何处理 直接排放出来 这危害是非常大的 这些都是烧烤的 烧烤海鲜 露天烧烤老板再没折 可能得转行了 被抓到一次就是2万人民币重罚 北京继出2013到20175年致霾计划 不允许城市天空继续当免费抽油烟机 怎么回事 报警了是吧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读数是达到了PM2.5 达到了550是吧 对 正常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土同的生活的环境 一般PM2.5值不会超过75 也难怪测试器BB作响 为了迎接APEC 北京出重拳要跟空气搏斗 污染企业得关门 露天烧烤 药收摊 不想在国际面前丢面子 接着盯上的是民众手中的锅铲子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连续三年都获得了英国杂事票请为 全球最棒餐厅在哪呢 在丹麦 到底是否好吃的命绝 稍后继续播等 要带 中国大陆的市场一向都对红木家具情有如中 需求就不断的增加了 而在今年6月 保护濒临危机的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开始生效之后 又再更压低了红木的供给量 所以现在要取得红木就只能去拆古老的房屋了 结果大陆建商不仅在大陆拆 他们还到印度 到越南 辽国到处找老屋求红木 取得红木之后 他们先不卖 大规模的囤积 结果让红木的价格持续上升 今年6月新的国际贸易公约生效 红木原木的国际贸易变得更加的严格 这代表的是大陆的红木价格还会上涨 红木其实是明清以来对稀有印木的统称 包括紫檀 花梨木 酸枝木等等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红木必须是新财 边财是不可能成为红木的 财的地方就叫做边财 红芯的地方就叫做新财 那么我们在